香港遊樂團自播出以來 秉承玩著幫, 幫著玩的精神 幾個月來不斷捐弄捐, 上天下海 這麼難做, 沒投訴 今集來到最後一集了 終於輪到我們休息一休 他說要加上年輕人 不是吧? 虎仔, 欣欣, 家綺也叫年輕人? 你叫他休息一會, 真是加上年輕人 我知道我是不夠年輕 但這個夠了吧 是呀 我們從小就要培養這個 樂於載人做好事的心, 是不是? 沒錯, Jaisy, 沒什麼話要說? 阿爹, 搬手 搬手 是否要幫忙? 既然是, 適合, 最後一集 我們要帶小小的, 帶你來 好… 得起為香港的未來 打氣, 去, 打氣 好… 阿爹, 我上次看見你耕田 可以即摘即食粟米, 我很羨慕 你也可以自給自足 少許吧 不過在這個物質的社會裡 用汗水換食物是非常難得的 不過現在小孩不知道 現在小孩對於香港以前 怎樣監中的認識 少之又少, 看來你也不會 不如這樣吧, 我們帶他們去 聽聽哥哥、姐姐 看看怎麼說以前的事 好, Jaisy 我們聽完之後要怎樣? 我也要告訴家人 還要告訴小同學 這樣才是好的小義工, 行嗎? 行… 今集遊樂團帶大家進來大埔逛逛 以前新界鄉村地方 村民以慕農為生 七、八十年代 可以說是香港農業的黃金時代 當時本地蔬菜 大約佔全港食材量的三分之一 不過隨著城市化發展 外地菜的輸入 農業以日漸適利 到今年本地蔬菜生產 大約只佔百分之二點多 我們今天三個變成學生 我是小奇 我是小妍 我是欣欣同學 其實我們遲到了, 還在這裡 快點走吧 上來紅了 你好…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很開心 今天請了兩位客家老人家 專家跟我們說說 她小時候是怎樣種田的呢? 給掌聲 很開心… 明哥、明嫂小時候在鄉下耕田 六十年代來到香港 繼續自己種菜, 自己吃 說到農耕知識, 他們沒什麼不懂 今天就靠這群中二到中五的同學 記錄兩位活字典所說的耕田常識 好愛 明哥、明嫂, 平日之前種什麼的? 什麼都種 要吃就要種 種磨、種番薯 自己吃的東西, 什麼都自己種 最難種的木質 最辛苦的就是做磨 七年磨幾個月 菊熟了的時候就割磨 割磨青, 是嗎 不是 黃左的角, 角有一個桶這麼大 有一個菊圍為之 打下去, 菊不會走 那個桶打滿了, 就把磨頭拋起來 小, 細乾了, 變成狗 那個是甚麼? 風櫃… 風櫃嗎? 真的用練刀, 用人手割嗎? 是呀 這個刀有多久的歷史? 二十年… 二十年… 這才是四十年 幾十年? 幾百年大了 我們七、八十年都有 我想問是否不熟 大熱天時, 你要去下田 這麼曬, 你有否面膜補一下 好… 好, 大量模… 大量量模 黑模的… 黑模的量模 我想問你們的年代 另外, 用有機肥料 是否你們的便便? 是呀… 你們這些嗎? 是呀… 不用怕 還用植物光合作用的化細 你們最近夠不夠用 黑森, 我們幫忙 以前鄉下有這雙鞋 很富有, 很富有 臭啊… 你剛好穿嗎?欣欣 也沒有 古董珍藏 以前有這雙鞋已經很… 自己要駕駛了 這雙鞋… 是否定性信物? 不是 這堂口術歷史 同學不僅用心機, 用筆錄 還畫圖畫 如果不是這麼珍貴的前人經驗 就從此失傳了 明哥… 我看你說話這麼聰明 但我知道你唱歌也很聰明 可不可以教我們嗎? 認識女生就要用這些歌嗎? 對, 應該是 你們示範一下吧 阿哥有錢, 我有錢 眼人睡覺, 大家以前也… 我唱完這雙鞋, 你有歌就駁過來 就來了, 來數集了 阿哥, 現在我唱歌, 叫超倉 當作為何對付紅房 我們自己也唱吧 不如要不要唱兩句嗎? 好… 自己也創意吧 好…不如先欣欣, 好嗎? 八月十五, 近月狂愛我 近到你越套水上海 這麼入寒涼 你不怕晴晴晴 阿美不怕哭哭唱 阿月十五 八月十五行月光 阿哥上梅心脫下 三年三月最不得 阿樂附去過天國美 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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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道理, 我想叫我女兒 一起跟你學習, 好不好? 好 一落節 不要說學習, 一起研究 研究, 好, 太好了 好, 掌握 其實今天很開心 可以帶小女兒來到大自然 你開心嗎? 很開心 很開心, 你告訴我什麼? 我看到泥土, 還有一些樹葉 有些樹葉 她現在這麼小, 其實可以讓她感受一下 譬如有時候在書本上學習的東西 究竟樹是怎樣生長 或者待會有機會我們去杜田 看看東西的時候 都會知道是一件什麼事 先給個五個, 一二三 一二三, 太好了 各位同學, 今天我們的豬豆已經做尾 我們要摘豬豆, 要來流種 流種很重要, 因為種子本身有記憶 本土的種子一直流下去 就會記住這裡的水土 所以每一次流種, 豬豆就會越生越漂亮 我想問, 這些已經孤禍成這樣 是 還有用嗎? 對, 老了, 因為曬乾了 裡面只要沒有發污 我們就可以拿些豆, 但我們要選 要選擇, 選擇一些漂亮的 我們把老了的、乾了的 然後把豆子拿出來 讓明嫂看看 是否老了才要摘? 這些那麼青咖啡就不需要 對, 青咖啡這些我們再摘來吃 我們可以之後再摘 這條很大條, 我們一起摘 一二三, 扭… 轉… 對 就是這裡, 讓她看看是怎樣的 對, 豆豆 這是種子 種子 有時候我覺得小孩可以有機會 帶她來大自然, 感受一下 其實也好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是有個訊息 讓她知道有很多事情 都要自己嘗試去做 因為你知道現在小孩 其實是… 發生了 物質也很富裕 不親身上場也不知道摘一條豆角 原來也大有學問 農夫真的不容易做 平嫂, 到我們考試的時間了 哪些是合格? 我教你一個最緊的方法 是 像這些那麼英俊 你不知道會否騙我 是 你給我釣子, 釣乾它 才摘得漂亮的那顆 買什麼英俊, 摘下去 這條是現在吃的 就是這些是最漂亮的 所以平時在街市看到的 都是… 也不是做得很特別的 現在是吃的, 這條是吃的 現在這是什麼工序? 可否告訴我 現在這個工序是蓋轉的 蓋田是把那些營養在這裡 然後用來蓋上快田 可以令下一層可以… 明白了, 現在這些黑蚊蚊是黑泥 應該是否很有營養 是這個意思嗎? 這些是沽泥 沽泥, 這些叫做? 沽泥保持平嫂後 就要蓋上冰箱就可以放鬆 冰箱是什麼? 就是我們學校有時用剩下的橫額 蓋住它, 不然很燙 對, 不然很燙 可以防水給那些微生物去收藏 哦, OK… 我想問, 你們每次淋水就要在這一條溪仔裡來筆水, 是嗎? 是呀 為什麼呢? 這裡有沒有水喉那些嗎? 沒有, 這裡是林砖河那裡引過來的 所以我們是用林砖河的水去淋花的 用回這裡的水來耕這裡的田 沒錯 你當初來耕田的時候有沒有想過 原來這裡是這麼原始的 其實是沒有想到的 是第一天我來才知道是這樣的 但你會不會覺得其實也很好呢? 因為你真的可以認識到最原始的耕田 其實是一個什麼的行動 其實是的 因為我們自給自足 什麼事都自己親裡親為 因為好像我們自己的汗水 結果去種植一些東西出來 我告訴你, 你明天就算是來的 荒島, 你也沒什麼怕的 家琪 是 我帶了兩位字典又來了 其實看以前你那一代 也是這樣淋水和現在有沒有什麼不同 好 當時那些沒有這些桶 是, 怎麼淋 擔有木桶這麼高 那些很重的 很重的 擔一口水淋, 沒多遠 只有河潑而已 幾時淋是最好的時間 早上五、六點鐘 灑一些水進去 將那些污水沖走 有無法生枝 下午那些田是五、六點鐘淋 才夠一晚滲下去 明哥明嫂, 雖然你剛才說 覺得是很辛苦 但會不會現在有時都很掛著耕田的日子 以前才是辛苦了, 很開心 明哥, 你們就很懷念以前耕田的事 好, 那你們這些年輕人 現在喜歡耕田嗎? 很喜歡 真的, 為甚麼呢?為甚麼享受呢? 因為我們在大城市生活 都有一段時間 但如果見到另一個視角 即是有些田野 可能會令我們的趣味性提高 比起平時的生活 有這些成果可以收成的話 其實反而為是一種享受 這份工作真的很辛勞 也是因為你們以前 為了我們這個社會付出這麼多 以前那一代 真的給你們一點掌聲, 好嗎? 待會我們後一會, 謝謝… 香港遊樂團來到最後一個任務 竟然有娜姐, 有冷氣炭 還有東西吃 不過我們今天跟小朋友玩 絕對不是舒服的 因為很多家長都很忙 沒時間跟小朋友玩 今天我們要陪家長跟小朋友玩 對 做回你平時做的事而已 所以我經常不喜歡回家 你們說是不是? 香港吳小志願機構 在照顧兒童家庭輔導方面 出了不少力 今天一群住在屯門天水圍的小朋友 在防止虐待兒童會的義工哥哥姐姐 幫忙之下, 衝出社區 游一下車河 跟爸爸媽媽開開心心玩個下午 今天你的任務很簡單 就是待會我們會跟著玩遊戲 你當作玩掌門人遊戲就可以了 你要帶你那個組人 贏出, 有沒有信心? 沒有 好… 沒開始, 你們兩個已經這麼搞笑 簡直絕無冷場 後面 是呀 一、二、三 後面 夾著家爸爸的肩膀 後面 兩紅三圓 一、二、三 好… 好… 所以快樂其實可以很簡單 不用一定要花錢 心機, 時間最重要 好, 家長 我想最重要是多陪著溝湯 其實已經夠了 親自溝湯最重要是看著別人親 我好玩 怎麼樣? 累了? 大把貨了 大把貨, 那我們不如再抽一些 小一點的B, 可以嗎? 可以, 要做什麼? 餵奶 這件事我不行 你不行? 那我們餵問一下別人家的家人 可以嗎? 可以, 餵媽媽, 我可以的 一起餵吧 走吧, 餵吧 餵奶不行 預防性醫治療, 防止虐待兒童會 早在家庭有初生嬰兒的階段 已經著力為他們建立一個 健康成長的環境 家樂, 阿騰跟一對義工夫婦 去探訪一個有七個月長的嬰兒的家庭 看看有什麼可以幫忙 嬰兒, 今天這麼多人來探望你 你可不開心嗎? 小柳 你好… 長哥長嫂, 一定會來探望阿謙謙 有的 有的, 我們每個月你買一次 劉三、劉太, 覺得 如果社工或義工來上來 對你們有什麼幫助呢? 湊嬰兒的技巧 湊嬰兒的技巧是嗎? 是呀 是呀, 她B也很小 是呀 在出生的時候, 都不知怎樣教 是呀, 很混亂 很混亂 因為她早產 早產 對, 早產B 早幾度 早了整個月 問題就更多 是呀 我們來到探望的時候 會問一下她有什麼打針 是呀 整個情況 還有她的身體狀況有沒有改變 要她多些留意 通常我們來探望 我們要看家居安全 對, 環境 我們小孩子就像現在的桌邊 對, 桌邊 桌邊又會弄一些膠 對, 剛才有地膠 對, 有地膠 對, 有地膠 桌角是不是很軟 要放的, 要放的 又有很多東西 這個桌面很好玩 有些窗簾 如果有些東西要綁起來 對, 綁起來很高 你們做義工有什麼得著 你們為何會參與這個計劃 我剛參與這個計劃時 就添了一個書 所以我又得到照孫的經驗 所以我想我們其中一個 其實是對的 就是跟她們的情緒交流 直播 對 因為其實有些東西 說出來就舒服了 你聽了就行了, 不用給意見 是嗎? 我覺得照B要他們什麼條件 我覺得他們什麼條件都沒用 首先我覺得你一定是孫的 因為B一定是你的成二十倍 你有多扭計, 你有多脾氣多差 他就是你的脾氣的二十倍 所以你無論如何都會輸 所以就是忍, 還有忍, 還有那麼大 我的概念是這樣的 寶寶的確不容易照顧 所以新手父母在過來人的幫助之下 令小朋友可以在一個有關懷 沒有暴力的環境之下成長 對他們是一個很大的支援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很幸運 謝謝… 你好 姑娘今天大了, 你好 你找個義工來看一一 她很迷茫 一一, 她是二二, 她是三三 她出生後, 我都哭了整個星期 因為你的地址相似不關, 多了一個人 真的, 我也是 我女兒出生後, 我很興奮她 那天的心情, 很興奮她 但當我回到家, 她在寶寶床上 我回到家就說, 糟了 我以後這一輩子, 這塊東西… 遊艇壞了 就陪著我的身邊… 跑車壞了 我看到這個寶寶踩壞了 就是這塊東西, 以後我就要陪著她成長 這塊東西 是, 那是一條東西 那也是一個責任 對, 很多人在想 麗珊, 你覺得義工或社工來探訪 對你的幫助大不大 或者是否真的能幫到你 也能幫到 因為可能始終自己爸爸媽媽說 或者外父母說 講人的經歷, 可能有時候有些東西 未必適合聽 始終從一個第三者 真的可以很獨立 從自身角度分析給我們聽 可能有時候也會抒發一些情緒上的東西 回想起 那時候我的小朋友出生的時候 其實都以為自己做了很多準備 問過姑娘, 家長, 甚至看很多書 但到最終完實戰的時候 都遇到很多問題 其實我身邊也有很多人幫忙 但反而我… 他說, 你見過我很狠 我反而不用人幫忙 例如假夜奶, 我就叫培雨姐姐 工人姐姐, 我太太 全部關上門, 睡覺 房間裡發生什麼事 你們都千萬不要進來 因為我的態度挺嚴厲的 所以我現在的小朋友都很害怕我 不僅我的小朋友很害怕我 其他小朋友都害怕我, 死了嗎 如果你自問喜歡跟小朋友玩 又很想把小朋友和新手爸媽分享的話 可以主動舉手 終於來到最後一集的香港遊樂團了 發覺這個節目帶給我們的東西 就是我原來在這十幾輯裡面 學會了很多東西 我現在會鋪路, 我會開山砍石 覺得自己好像都有些作用 最重要的是節目播出之後 很多觀眾甚至朋友都會問我們 關於節目的內容 例如一些團體、一些單位 很想去了解他們多些 甚至希望可以在不同的途徑幫助他們 我想這是我們節目最成功的一件事 我最印象難忘的就是飛行那一集 因為我平時這麼多年來講 我都是一種危險的東西 我會說身體不太好, 我會推 但這次我衝破自己那種 對環境的不信任 我覺得我很開心我做到了 我也很誇張過到每一次的挑戰 我們一群人游走不同的市區裡面 其實都會看到很多不同的人 每一群人, 其實他們都是… 我很欣賞他們會有一種不怕辛苦 也有一種犧牲的精神 又或者他們會犧牲自己的私人時間 去做一些事, 幫助身邊的人 或者幫助一些動物 甚至乎幫助一個環境、一個社區 令他們乾淨 其實我覺得他們全部都是充滿了正能量 我自己最觸動的一次探訪 其實就是在群獄學校 因為我看到那群小朋友 其實他們本性是非常善良和單純 但可能因為他們不同的家的環境 令他們有不一樣的成長 以及不同的教育 其實他們是一群很無辜的小朋友 他們是一樣應該得到 我們很平等大家給他們的愛 這個節目令我知道 香港還有很多有心的人 在他們自己的專業界別裡面 盡他們最大的努力去幫助人 他們的服務性質比較沒那麼大眾化 也正因為這樣 就有更多不同種類的人 可以得到幫助 非常感謝他們 可能你會覺得不做的 亦會對這個世界影響不大 但我覺得大家盡少少勉力 對這個地球、對這個社會 正所謂努力 希望你做完之後 有人會跟你一起做 而有需要的人得到幫忙 如果地球有得到改善的話 我覺得需要有這個社會責任 希望香港遊樂團這個 玩著幫幫著玩這個精神 可以繼續下去… 令我們的家園 我們現在香港更加美麗 最大問題 是 !! 我們 這apons下 再一次 逛 Bir 横下來 先改了 小 感谢观看